大家好,我是Wildy,今天来一个速评 因为7点看,看到9点半,所以一定是一个速评 不插图,直出的 我觉得2018年的Black Panther是7.3分,IMDB 2022年,Wakanda Forever也是7.3分 但我觉得第二集比第一集好看 其实很少可电影第二集好看过第一集 这是其中一套 如果你问我,我还给了9分 为什么呢?因为当中有很多很写实的题材 当中有很多写实的题材 就是说到身离死别 黑炮真的患了腸癌 所以第二集里面就说到国王驾崩 就很顺理成章了,不是找另一个演员确实演Black Panther 就真的说他驾崩 在背景里面,所有演员共事了这么久,一起拍戏这么久 因为起码一年多两年 所有人都有感情,所有人都有半个朋友 面对Black Panther去世的时候,那些感情是真质的 真的相感 你问我,就算我都不舍得Black Panther 坦白说,我之前接到一个政府的电话 政府医生的电话 真的很害怕 真的害怕自己直腸有事 谁知道是虚境一场 但是Black Panther的情况就不是 他真的患腸癌去世 我觉得好看的地方是比第一集好看的原因 第一集什么都有,什么元素都有 有追逐 有去到韩国 有去到非洲 有美景 有复仇 有抢王位再反复仇 但是没有一个场景是够深刻 但第二集是因为感情的描写 角色的成长,角色之间的张力 很丰富,很深入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有很多回响 第一,起码是Black Panther 他的离世 其实是环绕着整部电话 对他是一个追思 对他是一个悼念 我们男士都注重抢道健康 第二就是不得不赞 很多女角 例如Black Panther的妈妈 Black Panther的妹妹 之间有很多张力 妈妈就是日理万机 因为她身为皇后 儿子死了 国王去世 她就要妈妈 兼担皇后的责任 面对很多国际之间的会议和张力 她怎么都要放下儿子来 这个事实 她都要向前走 她可能假成熟 所以她看得开 但相反妹妹 还是差点 这里有一个拉斜 妹妹对着不同的老臣子 就是那个猩猩王 有一种角力拉斜 星猩王有些像 哥哥 最后一个托姑 叫他好照顾妹妹 这种 他有听不听星猩王的说话呢 他里面是公主 为什么要听星猩王说话呢 这个角力的里面 或者张力的里面 我都是深刻的 还有之前坊间在催 究竟 Iron Man 会不会Iron Man的女儿 会出现 成为Iron Heart的铁心 其实 之前也有澄清 网上 没有的 今次 这个所谓 穿了 一个 Iron Lady 出现的Iron Heart 跟Tony Stark 完全没有关系 纯粹是一个天才少女 这些都不算剧头 因为你自己可以在 网上之前导演 那些专访里面有说到的 那Black Panther 和Black Panther Wakana Forever 第二集 都是同一个导演 我相信导演 就吸收了我的经验 和教训 因为第一集 真的不够深刻 什么元素都有了 甚至他的服饰 布置 可以去到奥斯卡 那里角逐 但是 真的没有一个场景 是令人深刻 起码我都不会再看 但第二集里面 尤其是阿妈 阿妹 这些很好戏 真的很好戏 不说了 笑 不单是给到戏 我们真的对人生 有很多回响 有很多反思 还有就是 美景就一定有了 那些美景一直都有的 那 还有 譬如说 哪个是新Black Panther 你看trailer很多时候 都是估计阿妹 但是有人都会估 会不会是Black Panther 的 艾丫 类友 这个不开估了 你自己入场看 其实有很多位置 你想着一个英雄电影 但是因为它加插了 很多国际关系的张力 现在是 明刀明枪 是想抢的 那些 Fibranium 应该是读Fibranium 我没记错 就是一个 虚寇的金属 Fibranium 就是 金光狼的爪 现在 以前 可能你去到 Avengers 2 的时候 Ultron 都是纯粹黑市买卖 但是 今集就是 国际 国家级 就是 动员军力 上场 这个是令到整个 英雄电影 更加真实 就是 各与各之间的 张力 角力 以及 也加集了 Ironheart 这个角色 令到 妈妈 妹妹 Ironheart 还有女将军 其中有几幕 都是女将军 和皇后 黑豹妈妈 很多对手戏 都是好看的 大家都是好戏之人 所以 互相的激荡之下 那种角色的张力 非常之精彩 加上 就是妹妹的成长 心路历程 这个也是不说了 最初就是 她是放不下的 那究竟 去到片尾 放不放得下呢 这个值得去期待 那还有 如果看完彩蛋呢 都起码 我由7点看到 9点8度 但是彩蛋 有很多位 都是猜不到的 彩蛋猜不到 呃 呃 比如说 还有是 谁喝了那些药 就是那些 心形草药 你喝了才可以 做黑豹 那喝了之后 去到那个 仙境 见到仙人 那是见到哪个仙人呢 那这些又是猜不到的 所以 其实 Wakana forever 给我是 有很多 意想不到的元素 还有人物的黑画 很深刻 那个张力角力 是很自然 就是 举个例子 妈咪都死了 儿子了 更加不放心 女儿走出去 更加想 抱着女儿在身边 那这些呢 都是 很自然 导致到 呃 角色之间 的拉脚 拉扯 是越来越紧张 你越是想 哭着女儿的时候 女儿当然不想你哭的 那这些很正常 很自然 每一个家庭都会发生的 就不是在 MARFEL的电影里面 那好 到这里呢 其实 我自己觉得 我会给到九分 那如果真的说要弹呢 我自己是 有一分要弹的是什么呢 是之前那个桑礼呢 有些像是迪士尼迪迪迪尼的 那些布景那样 那些 Theme Park的布景 不是那么像真 差一点 你自己去看看 看看是不是 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呃 还有我觉得 有少少位 可能会导致扣分的就是 呃 Wakanda 和这个 水世界 那样当是水世界的角度 要开战 那些trailer说了 那我不算剧头 那但是 开战的旅游 其实都是很牵强的 不过 有时 现实里面 国与国的 那个 对疫 那个原因 都是很牵强的啦 所以没所谓 那今天来一个促评 那如果大家喜欢以上的影评 请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多谢各位 拜拜